灯流线登船处大批游客 落路续续下船 人潮挤爆码头 连架倒数不少游客 提前从小琉球返航 常常排队人龙 看不到尽头 想搭船至少得等上一个小时 清明节连架天气热 大家往海边玩水 在小琉球当地的早餐店 也大排长龙 店家生意超级好 一方面也是因为 碰上三号的大地震 大家不敢往山上走 该往海边跑 镜头转到嘉义阿里山 人潮就稀稀落落 当地饭店从连假开始 就出现退房潮 但昨天又来了比较大的余震 让客人更加恐惧 目前接下来这几天 住房率不到五成 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只有零星游客 相比去年同期 有两万四千多名游客到访 今年从四月一号结算到五号 入园人数只有一万六千多人 整整少了八千多人 这几天的年假入园人数 约一万六千多人 约减少八千人左右 好不容易碰上廉价 原本预计会迎来满满人潮 但地震后游客不上山 尽管正值阿里山櫻花季 今年花旷不错 店家生意还是一落千丈 夜透漏被地震波及的无奈 您喜欢红明神正荣文 屏东假意报道